Hello,大家好,今天有点丑 因为要不来拍那个妆容的视频 然后现在是素颜 上了仿晒霜和那个护肤品 我一直在照镜子,我觉得好臭 那个今天太阳还不错 所以我想试着录录看啊 然后呢 就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皮肤状况 其实我最近并没有 还蛮糟糕的,我觉得 就是,就还可以吧 其实比前一阵子好一点 这里有一个红的印子 其实印子都是一片一片的啦 但是没有那种特别特别突出的 特别深的那种印子 因为前阵子,就是大姨妈来之前呢 不是很稳定,一直在找东西嘛 就很正常 然后其实那段时间 脸上的状况真的还蛮多的 就是素颜根本不能见人啊 然后其实现在也不太能见人啊 那个,但比之前好很多嘛 所以我想说干脆就不要脸啦 要脸干什么,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嗯,先上那个粉底 哦,仿上我用的是这个 就是是陈也医生的这个 然后它是给那个敏感皮用的 好像说什么可以给小孩用啊 还是干嘛的 嗯,然后SPF40PA三个加 但是这瓶嘛 这瓶有80毫升 所以这瓶量很多 我用到现在 用了已经 反正用了很久了 我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还有三 四分之一这个样子吧 我不知道我要用到什么时候去 对 然后还蛮好用的 就很稀很稀的那种 嗯,很好推开 非常好推开 然后不是涂感 也就直接倒出来就可以了 粉底用的是这个 YSL的羽毛 然后今天用 B30 因为现在天热了 然后那个 我觉得 我估计啊 以后会慢慢都开始用深色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用这个 它的这个头 我是怎么涂粉底液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随意 然后 因为我觉得 只有你自己 又没有人跟你混着用 我就不管它了 我根本没有在意 卫生情况 这个事情 就它不是一根棍子吗 所以就 你只要撸就好了 你只要在脸上 就是铺开就好了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就真的 可能蛮不卫生的了 但是 随便了 反正自己用 我真的用了很多了 这个 所以我不时的要 把它塞回去补一补 因为就没有了 已经 已经那个 够不到什么东西 额头 这边印子还蛮厉害的 这边是哪一边 这边你们看是哪边 我是我的 右边 反正 我就是 嘴边嘛 那一块 一直会发 然后 是很固定的一个地方 就是好了 好了 长了 长了 好 这样子的 然后我头发也很像神经病 昨天我把头发夹起来 跟我妈视频 哪块海绵 就那个去尘式的 就 拍就好了 昨天我跟我妈视频的时候 我就把头发夹起来嘛 然后那个 因为我头发现在很长啊 所以夹起来 就是看上去也很奇怪 我妈就说 你是不是真的胖了 虽然我真的胖了 但是 我就很受伤 我现在这个桌子的角度 真的很不适合拍这种视频 因为 窗在那边 但是 桌子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好一点 你们看得见吗 我一会儿要去看电影 去看那个 宫科机动队 我们这边看了个很牛逼的电影 就是超级豪华 它卖票的时候 它是不分什么 VIP或者Premier这种的嘛 就是它全部都是一种 凳子 椅子 就是它所有的椅子呢 都是皮的 然后很大很大 就是跟别的电影院 卖的Premier的那种 是感觉差不多大的那种 很宽的那种嘛 最重要的是 它所有的都是那种 电动的 你们知道吧 就跟电动沙发一样 就是它可以 后背放下来 然后脚前面的那个 也可以放 抬起来 所以如果你坐很后面 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躺下 对 没错 而且因为那个 它要保证 每一排都是这种位置嘛 它的后面的一个挡板 就是每一排位置 当中的那个挡板 会坐得很高 就是你不管再怎么动 前面的人 其实也是看不到你的 你可以以各种姿势 看电影 而且还有一点啊 就是那天我去看电影 我发现的 我以前一直觉得 如果我要带 带东西进电影院吃嘛 我就没有地方放 很麻烦这个事情 因为通常只有放 那个饮料的那个圈嘛 然后后来那天我发现 这个电影院 后两排 它居然有小桌板 你们可以想象吗 就是你真的可以 好好的坐下来 一边吃东西 就像你在家看 看视频一样 吃饭的时候 看视频一样 你就好好坐下来 吃个饭 然后看电影就好了 好 就可以了 看得出吗 就是我觉得还可以吧 它这个遮瑕力 对我来说 真的是完全够了 然后也没有 我觉得也 估计啊 也没有完全遮掉 因为现在对着灯 可能 我不知道过后拍出来 什么效果 就还是有一些印子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平时出门 是完全够了 就是就这样就好了 不要那种 一点都没有 然后是 哎呀我忘了 把眉笔拿过了 过后再拿 然后上遮瑕 是这个 Mark Jacobs的这支 我一直用的这支 色号是02 我记得我上一支 那个妆容的视频嘛 我涂 concealer的时候 还是拿了个海绵 很一本正经的 就是把它好好涂开嘛 我现在已经不管它 就现在就是 怎么快怎么来 因为我以前 会化妆都是 大多数时间 都是要出去玩 然后上课其实是 不怎么化妆 因为住学校里面嘛 可以不化 很近 对吧 然后现在要坐车 就是有一段路程的 是要真的要出门的 所以我现在 每天上课都要化妆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快就好了 我觉得我素颜应该 真的很难看 因为没有什么精神 我的眉毛很 蛮淡的 就是没有什么 毛 最近还涨了一点 最近我剪的时候 我修的时候 有那个稍微留一点 就没有修得很干净 我以前有一阵子 很执着于把那个 眉尾全部修光 然后素颜就超可怕 好 看一下 有区别吗 估计没有什么区别 我是不是太远了 坐下 大头 好可怕 我今天穿了一件 丝绒的衣服 还蛮显胖的 估计 过后站在看 然后我要干嘛 然后呢 拿着棉签 把你这个卧蚕这个地方 如果不小心涂到粉了 你可以擦掉一点 因为要不然就很僵硬 但是呢 我是没有卧蚕的 我再怎么笑也没有卧蚕呢 我只有眼带 所以你们就 自己 如果跟我一样 没有卧蚕的人 你们就自己毛咕咕一下 你大概那个眼下的那个位置 然后擦掉就好了 我最近没有那么干 因为我终于买了眼霜 重点是我每天都记得用了 所以就真的好很多 而且春天了嘛 皮肤也没有那么干了 好像 然后要干嘛 然后要换眉 眉毛 先用这个 我买了一支 Sup & Glory的霜头眉笔 就之前 视频底下有妹子给我推荐 说她家霜头眉笔很好用 然后她家有两支嘛 我不知道妹子说的是哪一支 所以我就都买了 用一下看看 先用一支这个 因为我的那个眉毛帘 已经完全用完了 所以我需要一支 细一点的眉笔来 像这种细头的 来画那个框 但Sleek还没有用完 我画眉毛的这一段 我一定会剪的 你们放心 因为我画眉毛 极其极其的慢 就我如果眉毛画好了 我这个妆可以画得非常快 我现在的极限 我以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磨蹭的人嘛 因为就平时化妆的时候 是不着急的 没什么事 可以提到很多怕彩话 然后因为现在要上课了 我现在的极限估计是 护肤家化妆一整套 大概是15分钟吧 这是我现在最快的记录了 然后我手上的这支眉笔是 一头是细的眉笔 一头是那个螺旋刷 还有一支呢 就他家的这个眉笔是 一头是粗一点的那种眉笔 然后另一头是这个液体眉笔 我从来没有用过液体眉笔了 所以就是我第一次试的时候 觉得质感还蛮奇妙的 湿搭搭 好像有粗细 不要紧 过会再 改一下 而且我两个眉毛的 眉头的长度永远都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很困扰 大概反正就是先画两个框 是不是不对称 过会再改一下 我真的眉毛画的超懒的 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自己 去闻个眉毛 因为 我所见到的大多数闻的眉毛 都不太好看 我现在有两个朋友的眉毛 闻的还不错 但是我之前 在上海的时候看到的都 还蛮臭的 而且我眉毛要一直补色的嘛 就如果你 不能够什么一个月啊 还是两个月 还是多久啊 反正 就是要去补一补 的话 就很容易掉 那我肯定就很容易掉 我就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了 对我眉毛有一点 就画的不对称 还有一点原因 是因为我本来两个眉毛 长得不太一样 一根很斜的 就是很往上挑的 然后一根比较平一点 我离远一点看 不然我看不见 我觉得其实眉毛这个东西啊 非常需要你站得远一点 好好地看一看整体 因为我每次画完整个妆 然后去厕所照镜子的时候 我才能知道我要不要再改一改 但是我厕所的光也很奇怪 你们也知道 总之我觉得这个宿舍 就是一个光线处理的 非常奇怪的宿舍 我手机就在响 好 然后 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哎呦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没有我就会一直 我会一直抬头看一看 看一看大概是不是对称这样子 就对着镜子 其实也还蛮准确的啦 但是 大概就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着画下一步吧 下一步画鼻影 就还有这个Omega的 Epic Mac的Omega 这把刷子 刷子是这个 等一下 Soviva的 Soviva 刷子是这个Soviva的224 然后是一支这个 这样子 就是毛还挺散的 我一直拿到画鼻影 其实是一支眼影刷 对 就是我姐 回国之前送我的那一套里面的 那套刷子真超棒 就我觉得我可以不要 买眼影刷啦 超开心的 谢谢她 好 然后接下来上散粉 三分用这个一大饼 没有什么悬念的一大饼 我最近 哎呀 我最近呢 刷子还是这把 Real Techniques的103 是斜头的 然后这把是 太阳呢 是这个套装里的嘛 所以是斜头的 就我现在真的不算很油啦 就是我觉得我稍微定一下妆就可以了 但我还是很怕它糊掉 所以就全脸都会少 然后我朋友经常问我说为什么 就我觉得我现在的妆真的很持久 基本上一天都不太懂 这是真的 说实话 因为我有不止一个朋友这么说过 然后我觉得 我还是很高兴的 但我最近呢 有点想要 然后上腮红 这个Armani的502 我在微博上放过它散架了 哎呦 就是它哪里坏了呢 你们看 它这里 就是它 这里看到啊 铁丝都露出来了 它的那个壳 塑料的壳 碎掉 没有了 所以它那天我打开 它就突然自己掉下来了 就因为没有东西连住它了嘛 我现在是尽量自己卡在里面的 但其实还是松的 刷子 太阳 太阳 没有太阳了 刷子用这个 Sephora的 65 是吧 扇形刷 那又太阳了 然后 我一般怎么上啊 就是你自己稍微笑一笑 然后这样横着扫 就可以了 我觉得扇形扫 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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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自然很多 然后我会稍微扫到一点 这上面 就斜着这样扫上去 因为 会有一点 不是很明显的修容效果 就是你的脸是有 比较 会比较长一点 就让我脸已经很长 好 看一下 有颜色 台灯对着我的 你们只能尽量看了 不好意思 我以前是那个 上完腮红再上 在上散粉的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腮红 它红嘛 然后但是 真的 真的是年龄渐长 我现在没有这个困扰 我就觉得 红一点好 又气死我 然后上高光 高光用的是这个 Laure Mercier的 这块大的 这块 带的当中已经被我刷平了 但是 我估计刷到 哦 早了 太多了 它 刷子是这个 Real Techniques的 300 这把 火锯头 是叫火锯头 不叫火锯头 它是一个扁的火锯头 我觉得如果你们 去跟我久违的 不是很久违 就是很久之前的 那个上妆的视频 对比的话 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我上高光不太上鼻头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亮到这儿 好像什么都看不出 是不是 什么鬼都看不出 随便 不要在意这种细节 然后上个认识膏 我们开始画眼睛 我们开始画眼睛 然后今天 画这个 NARS的 Simple Defense 比较封面 我看一下时间 1.17 这样 这两个颜色 然后我们就拿一把 大的晕染刷先 这样 Soliva的 22 先用这个颜色 这个 比较深一点 这个比较暗一点的 这个颜色 哎呀 我忘了上眼部的 primer 算了 反正我现在真的很干 所以就 其实也不怎么脱 我觉得上了primer 的话 就眼影的显色度 真的会高一点 这倒是真的 但是 至于持久 这个事情吧 我其实不是 特别特别在乎 因为我也不怎么掉 就把那个眼窝 这边扫一扫 我换眼影啊 没有任何技巧 就是 我的宗旨 就是瞎化 大概是这样 你就自己瞎补就好了 就补到你觉得差不多了 就可以了 迷之口音 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电视 或者什么综艺 可以推荐我一下 我最近又没有东西看 就 韩中就不要 我一直get不到 韩中的笑点 因为就是 我也不是说 韩中不好看 也没有别的意思啊 就是 因为韩中的话 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嘛 那就会造成很多笑点 我不理解 所以他对我来说 就没有很好笑 之前 我朋友疯狂的安利我 韩版的running man 但是我真的有点 看不下去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 国产综艺啊 国产电视剧啊 推荐我一下 我最近在看那个 俄罗斯灵异真人秀 通灵之战 超好看的 推荐你们 B站有那个熟肉 但是 它是 三季混着翻的嘛 因为不是同一个字幕组 就三季混着 14 15和17 超级好看 我推荐你们先看15 如果你们要看 因为15有一个妹子 巨帅气 我跟你们说 分分钟弯成电纹箱 纹箱不能电纹箱 就我推荐了 我身边所有的小伙伴 每一个人都 非常正确的get到了我的店 然后所有人都觉得 它超级无敌帅 大概是这样 就是你自己觉得 什么量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 你还能用棉签擦一擦嘛 对 棉签是我最好的伙伴 然后我们换一把刷子 换一把这个 溜一下袖子 有点热 这个 就是我淘宝买的 用了很久很久 很多年的 这个TUFACE的 元丹外贸 我私一把鞋头的刷子 看得出吗 这套刷子 其实真的还蛮好用的 因为刷头非常非常 刷毛非常软 很软很软很软 就很舒服 然后沾这个 这个颜色 画 双眼皮折 其实你画双眼皮折 你可以用别的 所有的 你觉得好用的刷子 不一定要用鞋头刷 我只是觉得 我用这把 它这个扁的头 就是我觉得画 那个我的颜色 非常的正好 只要这样 扫上去就好 所以我自己喜欢而已 我们来说 那个通灵之战 超级超级好看 你们一定要看 就是我 不过我一直不是一个 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 我一直还蛮信这种东西的 然后就也很爱看 灵异小说什么的 但是我看之前还是觉得 就随便瞎看看就好了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当真 就是当娱乐活动来看 虽然我现在也是了 但是看完之后还是有 我身边有完全的无神论者 然后三观被颠覆的 然后我们有讨论过 到底会不会是演的 不过又觉得 如果是演的话 就所有人都是影帝 你们知道吗 这演技也太好了 所以后来就想想 有可能也不是 随便啦 我们就自己假装 当做他不是 我们愿意相信他不是 所以我们就 每天都看得很开心 然后如果有更新的话 就会在群里吼 大家就会立刻去看 还蛮好看的 别的话 最近别的好像 没有在看什么了 没有什么去看 别的就只看综艺 而且只有星期五 才有的看 因为别的日常 不怎么更新的嘛 综艺的话 这周五跟了 奇葩说第四集 我有在看 然后 我们最近还在看 欢乐喜剧人的第三集 少班主超可爱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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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我已经要变成妈妈粉了 超级可爱 虽然我也没有比他大多少了 但是就是 哎呦好可爱啊 我的妈呀 然后 别的好像 没有什么 我有在看一个那个 湖北 我也是有一个谈话类节目 叫非正式会谈 是一个 你们看过世界青年说吧 我不知道 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 也是 就是 就韩国有一个一样的节目了 就是 每个国家的人 会坐在一起 辩论啊 讨论啊 什么的 都是 帅气的小哥哥 然后 但我觉得 湖北我也是这个啊 我个人觉得 比世界青年说好看 因为 感觉节目尺度比较大一点 就是大家比较放得开 能聊一点 然后也不会只聊好的 或者是比较 不痛不痒的那种 事例啊 话题啊 什么的 就真的有聊到 有深度 这个节目 所以我就觉得还挺好看 而且还 而且很好学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就拿刚刚的把大的刷子 再把它晕一晕 担担开 我星期四去伦敦嘛 然后 Suku的新眼影 不是上了很久了 我一直没买到 然后星期四去伦敦 看了一下 依然没有货 只有05有货的 Suvage 05有货 然后 Hards我没去 估计也没有 Suvage没有 Hards肯定没有 那个 05很 05很不适合我 05不是不好看 05是我不敢用的颜色 感觉就 很冷的色调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反正我就是 瞎化 差不多可以了 好 然后 我们来夹睫毛吧 最丑的一波 对 我是不上眼线的 没错 因为卸起来很麻烦 而且我 就是自从开过 开过刀之后 不是 做过激光手术之后 我对所有 可能戳进眼珠里的事情 都很拒绝 我今天这个已经化的 算是一个很完整的妆了 我平时上课的话 是没有这部分的 就是赶紧走 好 睫毛夹是速库 我自己有换过它的那个 橡胶的头 就是这一条嘛 它真的很好的一点 是它这个 调性价比很高 因为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形状 所以你四面都可以用一遍 然后你才需要再去换一根新的 就很棒 比那种扁的要好 我觉得 大概就是这样了 可见我是真的没有技术 因为我一直都在说 大概就是这样 就可以了 然后刷睫毛 刷睫毛 今天睫毛膏用 哪只呢 用美包脸吧 是美包脸 大概是 忘记 哦是 这只 粉红色的这个 Great Lash 这个头真的是蛮粗的我觉得 然后呢 旁边放了擦影子 哎呦 我擦影子好脏哦 我刚擦了好多东西 擦影子 稍微擦掉一点 就这样 擦掉一点 然后刷 我为什么塌鼻涕了 大家给你们看一下 嗯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画 唇膏 唇膏的话 用的是这个 NARS的DOTCH VITA 这只是我新买的 然后 是 就还蛮新的 但虽然我也用过几次了 很完整的一个形状 对 我把那个擦掉一点 我把润唇膏擦掉一点 好 其实这只很润的 这只可以不要用 哎呦 好暗哦 太阳过去了 这只可以不要用那个润唇膏 其实问题也不大 就这个颜色 在我嘴巴上 就这个颜色 其实很 就是我真人看的话 其实 不是很明显的 这个颜色 就是真的 只是比我唇色深了一点点 但是可能照出来 还是有 有颜色在的嘛 对 然后就好了 有一根毛 好 然后就是这样子 就化好了 那个 好暗我的娘 这样 又好一点 又好一点吗 你们就看着 看着手套吧 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 总体来说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我如果有时间 好好化妆的话 我就会这么化妆 然后那个 会改的就是 唇膏的颜色和眼影 基本上别的东西 不太会变 除非我皮肤很干的时候 会换粉底 我前一阵子 皮肤很干的时候 非常想换粉底 但现在这两天 因为入春了 就又好一点了 我今天用这个唇膏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衣服颜色比较 跳 就也不是 就是有一大块颜色 然后 但是如果我是穿什么 黑白灰这种颜色的话 我会挑一个 比较红一点的 就是我大多数唇膏 该有的样子 但今天就比较素一点 不过我过来出门 估计会再带 另外一支 一方万一 然后 对 就是这样子了 我就把头发弄一弄 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我把头发弄好了 然后我现在头发就是 永远都是 全部往后撸 然后疯狂喷定型水 因为我现在头发 超级长 然后所以我现在的宗旨 就是出门 只要不要被风吹散 就一切OK 对 这就是我 整个妆 反正就是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你们也看到了 对吧 就自己 随便下话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 下次再见吧 拜拜